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着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1月1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首先还是看恒大的消息 这个恒大呀,说是彻底完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看一条新闻 75.4亿恒大挂牌转让原深圳总部地块 财联社11月11日店 今日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受转让人委托以挂牌方式公开转让 位于南山深湾片区的0054棕地使用权 棕地面积10376平米 地块起始出价75.4亿元 净买人申请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26日 据悉该地块原由恒大于2017年12月 以55.5亿元价格尽得 原计划打造为恒大总部单建设项目 自2021年9月起开始 停工恒大终于把自己的总部 这个地块本来这个地方要盖深圳总部的 深圳总部不就是恒大总部吗 恒大已经从广州搬到深圳了 算深圳引进的什么500强 这个地块挂牌转让 但是这个没有说是恒大自己挂牌转让 还是由这个摘权人挂牌转让 我估计1789摘权人挂牌转让 因为恒大这块地啊 它是在2017年12月以55亿价格拍来的 那么拍完之后 它肯定也拿去抵押贷款了 因为详细信息不清楚 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模式 那这块地如果是卖了55亿以上 理论上它就赚钱了 然后把这个负债还掉 把这利息还掉 那么还有现金流能回来 具体情况拍卖以后就知道了 大家再看个新闻 海南城迈土地出让新要求 进买人完成恒大项目保交楼任务 据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获悉海南省城迈县挂出三宗建设用地地块出让 合计起始价于3.7亿元 地块文件 城自然资告自19号要求尽得人需承担社会责任 完成恒大越龙湾保交楼任务 这个可以啊 一个是恒大的总部这个大楼用地被拍卖了 一个是海南的恒大的一个地块又被卖掉了 那海南的这个地块被卖掉很有这个指导意义啊 就是说它这个肯定不是一块地啊 它可能是一个项目 已经盖了一半了 浪尾了 如果仅仅是个地块还没有开发 那么还没有开工建设也没有卖 那就不存在保交楼啊 那既然要求保交楼那肯定是个没有完工的项目 那就是海南把这个项目给拍卖掉了 然后你尽得人呢 要承担社会责任 你不能说把这个地拍到手之后 我把这房子全部炸掉 我重新盖 那是不行的 人家好多人已经掏钱买了这个房子了 已经付了首付了 或者签了合同了等等啊 恒大没有负完的责任 尽得人需要负这个责任 我想啊可能很多地方都要学习海南这种做法 这个就是市场化啊 那谁愿意来拍 谁就把它拿走 然后你把这地拍到之后 那个保交楼你来完成 这个前提是这个项目得有价值 人家愿意拍 能赚钱 不赚钱 人家也不愿意 海南有可能现在搞什么自由港 2025年就要封岛 估计海南这个房地产可能比较热 或者是有想象的空间 万一把岛一封 那个时候海南的土地可能就值钱了 从这两个新闻可以看出啊 恒大基本上是没戏了 为什么应该11月份开始 这个关于各地拍卖恒大资产 处置恒大资产的新闻越来越多 一天都好几个 我在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这就是在恒大的债务重组方案出来之前 各方可能基于不看好恒大的债务重组 所以赶紧处置手上的这个恒大的资产 先处置完再说啊 如果你不处置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被广东省工作组要收回去 收回去之后要重新分配 那你这个债券人也可能要吃亏 所以你看大家纷纷加快速度 处置手上的恒大资产 这个也从侧面反映了 债券人不抗恒大的债务重组 认为债务重组很难成功 最后就是破产重整 但是考虑到啊 各个地方政府 各个债券人现在加快处置恒大的资产 所以我认为啊 恒大破产重整也很难成功 恒大极有可能是破产清算 这是有可能啊 因为他没有资产了 都已经瓜分完了 没有破产财产 你怎么重整 没有资产谁愿意拿着钱进来重整 就像那个海航的破产重整 大家有印象吗 我也给大家介绍 那个辽宁的什么方大 是一家冶金企业 炼钢的 拿了300亿来重整海航 是拿着现金来的 那你说谁会拿着现金来重整恒大 恒大没资产了 恒大石上还有一个叫新能源汽车 现在不死不活 好像感觉没有达到预期啊 如果能达到预期 那徐老板也好好的把它吹一番 现在没怎么吹 那咱们只能认为 这个新能源汽车不及预期 那恒大就没有什么资产 那你说怎么 所以这么搞下去 那恒大只有破产轻松 从肉体上把恒大消灭了 第二个咱们聊一聊啊 今天这个股市暴涨 尤其是房地产股票 今天股市暴涨 C位的不是什么新能源 不是什么电池 不是什么芯片高科技 是房地产 今天是房地产股啊 集体高潮 很久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了 可以说是房地产股的狂欢了 十几只股票暂停 然后我看一下啊 续挥控股 涨了40% 新城涨了34% 碧桂圆涨了30%多 可以说啊 这个港股里面的内资房地产股 涨得更厉害 有涨70%的 那房地产股为什么暴涨呢 我看了有人分析啊 说是因为央行的第二支箭 这第二支箭 射中了房市的核心呢 这个第二支箭一共就2500亿 我昨天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如果啊 是因为第二支箭导致房地产股集体狂欢 那这个第二支箭呢 是不是飞的有点慢了 这第二支箭都飞了三天了 才射中靶心吗 所以啊 我认为啊 今天股市反弹 尤其是房地产股集体狂欢 这个第二支箭呢 不是主要原因啊 主要原因是国务院关于什么 防疫的20条落地 前一阵子就在传闻说 国家要调整这个疫情防控这个政策 所以大家都把它当作个朦朦胧胧的利好 来炒作 这个就是民心所向 因为这个疫情防控对经济的影响太大了 大家都在用脚投票啊 资本市场更是用脚在投票 所以这边一有传言说 疫情防控要放松 股市就要涨 有点风吹草动 股市就要涨 那么今天国务院相关的这个20条 已经出台了 所以股市暴涨 那为什么房地产股涨得多呢 那就是昨天前天的第二支箭呢 效果要效啊 还没完全发挥出来 今天正好借机啊 全部发挥 但是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每一次就市啊 结局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万千看 关于A股就市 尤其是旧房地产 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 刘鹤就谈了将近20个交易 后来李克强就市谈了将近两个月 国务院呢召开10万人大会啊 国务院后来又就过一次啊 连夜开什么国常会 向各个省派出工作督察组 那个也谈了将近一个月 那这一次关于疫情防控 关于什么房地产的第二支箭 大家想一想 他能谈多长时间 大概其谈一个月吧 谈多高自己看 但是病根啊 有没有解决 开会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都有待会观察啊 如果开会能解决问题 那咱们天天开会 啥也不用干 每天都开会 每天都有利好 本质上是换摊不换药啊 关于疫情防控制二十条 咱们在别的节目里面再介绍啊 这里面主要讲房地产的核心问题 有没有解决掉 房子啊 有没有卖的快了啊 韭菜有没有愿意去买房 这是关键指标 关于房子有没有卖的快了啊 咱们远的不说 就说11月份 北京市啊 这个是绝对一线城市啊 我们看他11月份 这第一周卖的怎么样 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 北京市商品房成交1969套 环比下降23% 成交面积24万平米 环比下降15% 成交均价49274元 环比上涨9% 成交金额120亿元 环比下降7% 这是新房啊 北京市二手住宅 成交3117套 环比下降2% 就是11月份的第一周啊 正是各种传言 对吧 又是疫情房供放松 又是央行救市等等 这么多利好 朦朦胧胧在传的时候 北京市的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成交都是在下降 新房环比下降23% 二手房环比下降2%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 北京市二手房挂牌量是在增加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北京的房市啊 也在慢慢冷却 越来越冷 交易量在下降暴跌啊 事实上啊 北京市二手房现在进入抛售期 大家纷纷把房子拿出来卖 总体上啊 北京市的房子不难租啊 很好出租 那为什么大家还把房子拿出来卖的 都不愿意持有了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思考 你说是郑州的房子 或者是武汉的房子 急着挽出卖 还能理解 因为可能那些地方都不太好租了 但是北京的房子是很好租的 很少有北京的房子说租不出去 那为什么大家也急着挂出来卖呢 只能说明北京的楼市啊 也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只是它下降到哪里 这个还暂时不知道 你看从房价上看 它还没降 它就是交易量在降 房价还涨了 咱们再聊聊杭州的楼市啊 今天啊 网上啊 有个新闻 就是杭州啊 这个房贷的政策放松了 什么首套利息4.1% 二套房首付4成 然后调整了认房又认贷的政策 现在是认房不认贷 它这个具体政策啊 从11月11号开始执行 首套房贷款利息按4.1% 二套房贷款利息是4.9% 然后二套房呢 首付呢 降低到4成 它这个贷款政策啊 二套房调整为你只要名价没有贷款了 就是你以前贷款还清了 也算没有贷款 那你再买房的话 都按首套房 这些细节啊 对咱们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杭州啊 它已经放松了 那杭州楼市调控为什么要放松呢 通俗的说 就是房子不好卖了 卖不动 这杭州市啊 一到十月份啊 新房成交是56,000套 同比下降65% 一到十月份二手房成交 43,800套 十个月里面啊 同比下降40% 这个新房交易量跌幅啊 比二手房还要大 说明新房更卖不动啊 这个长期下去 肯定影响杭州市卖地啊 杭州市如果地卖不动 那杭州市就要暴露原形呢 原来是没有穿底褲 是在裸奔呢 杭州市啊 它是在长三角经济圈 实际上它在长三角经济圈里面 中心是上海啊 它是从属地位 但是呢 杭州的房价炒的 那绝对比上海涨得多 涨得多 它这涨幅啊 不压入上海 龙头是上海 但是杭州的房地产炒作 程度要超过上海 所以说这个房市一旦低迷 那杭州的房市这个抛压 它自然会沉重啊 杭州市不论怎么吹啊 它跟上海比还是差远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 如果杭州的房子继续卖不动 大家继续不买 那后面还有政策出来 别的城市出的那些刺激政策 它都要出 都要出一遍 什么买房 补贴 免弃税 解除限购等等 都要走一遍 然后什么本科别买房 这些奖励10万 博士买房 奖励30万 这些政策它都会照搬照抄 所以呀 在杭州买房的 就不要着急 等一等 再说了杭州房子这么高 你现在买的不是接盘吗 不是接飞刀吗 千万不要被中介 被那些很多卖房的媒体忽悠 因为前阵子就已经在开始忽悠 外资大规模抄底中国房地产 我也做了个节目 今天啊 这个叫第一财经 它又发表了一个文章 说啊 业内称 并未出现大规模外资抄底房地产 外资近期持续布局 商业房地产 透露了什么信号 近期部分外资收购 中国商办楼 产业园等资产 导致外资抄底中国商业地产的生意不绝于耳 业内表示 从市场实际成交结果来看 并未出现大规模外资抄底 投资 房地产市场现象 由于近两年来 随着部分房企流动性危机持续爆发 房地产行业发展低迷 相较之下外资和港资企业资金充足 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就由部分外资开始重点收购国内部分持有型物业 这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第一财经告诉大家 并没有所谓的什么外资大规模抄底房地产 这本来就是一个噱头 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了 外资可能会买了中国的一些地 或者是一些物业 那都是有原因的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都有各自的问题 有的可能是配套产业 有的可能是因为深陷其中啊 就是他可能跟谁合作 出了钱 但是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黄了 他没有办法 他不这个 资产要接下来 就好比那个美国的叫橡树集团吧 把恒大的什么海上 威尼斯给接了 你能说他是抄底吗 他是被迫的 他没办法 为了实现债权 他只能把它变成自己 还有个对这些外资来说 这些机构来说 他们的底是一个区间 因为刚才你看 第一财经也说了 这些港资美资啊 他资金非常充裕 有的是钱 他有没有被什么三条红线 被什么央行调控打击到 跟他也没关系 他有的是钱 他看中国的房地产 现在这个情况 他认为这是个底部区间 人家可以先试一试水温 先挑几块地 买入看一看 当然他也不能乱买 他买的肯定都是 你看上海 或者北京这种核心地块 他根本就不担心砸在自己手上 这些地块 这些地段 都是稀缺的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是值钱的 都有价值 人家会买这种资产 这个不能算叫 什么外资大规模 抄底 反正很多媒体 还有自媒体 还有那个中介 都喜欢用这样的字眼 实际上就是要 让这些韭菜焦虑 这个韭菜本来担心 你看明天就要失业 工作可能要丢了 即便工作不丢吧 年终奖没有了 工资还有下调 收入预期越来越差 本来买房就挺紧张的 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又说 这个外资抄底了 这房子要涨了 而且这个利息 可能也要 就叫制造焦虑 让你趁早下手 赶紧去买 就像这个楼市和股市一样 一周前 都是哀鸿遍野 这个楼市的寒冬 房地产的寒冬 股市也是要寒冬 但是你看 反弹个两三天 马上金色面貌就变了 开始有很多人就喊牛市了 马上进入牛市 房地产也一样 这个房地产企业 谈个几天 很多人就说 这个房市楼市稳住了 已经触底反弹 再不买 再不买它反弹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 本质改了没有 没改 中国经济好了没有 没有任何变化 房地产呢 楼市呢 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卖不动啊 如果卖得动 北京市这11月份第一周 能这么惨吗 北京市啊 五年来都没有调 北京市已经五年 没有这个放松房地产了 这个政策 你看前不久 通州什么马俱桥 台湖绷不住了 放松限购 连北京都扛不住了 春江水暖压先知啊 你房地产有 你房地产政策 但凡有个风吹草动 那不是北京先知道吗 那是肯定北京市 先有反应的 但是大家看一看 北京有反应吗 还是交易越来越冷淡 越清淡 再说了 目前这个情况下 你就是永远炒房子 你还能炒得起来吗 真要把房地产当做夜壶 大家看看中央政策 从来没变过 叫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 就不让你炒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把这些炒房的 投资房子的 给你限制住了 这部分需求啊 基本上没有了 第二个呢 刚需房 刚需房现在问题就是 对未来预期不好 担心失业啊 收入不稳定啊 你看现在 法派房有多少万套啊 快两百万套了 所以刚需房买 他也担心啊 犹豫 这里面可能就是一些改善型 因为他已经有一套房了 80平米 现在先换成120平米 对他来说 把80平米的房子卖掉 然后换120平米 相当说只多加了 40平米的钱嘛 对他来说压力不是太大 而且像这种人估计 钱也够 不需要太多的贷款 所以说改善型居房 可能还稍微多一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改善型住房 他那个小房子卖不掉 这二十房交易清淡了 他卖给谁呢 他卖不掉他就没办法买那个第二套房子 就改善型住房 所以说你只要相信中央的政策 是不用说炒房 那基本上房地产就已经熄火 然后你靠别的说让这个 重新再启动起来 怎么可能呢 房价不涨 对吧 不让我炒 然后还让我去买房 忽悠我再去买房 然后你再去房地产税再落地 那不变成关门打狗了吗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手上就是有个几千万 你能买房你敢买吗 买了之后 明年房地产税就落地 你看这收你税了 房价还不能涨 所以说这根本问题不解决 怎么可能房市会活起来呢 房市不活 这些房地产企业 怎么可能活得过来呢 现在任何形式的旧市 只是延缓爆雷 就是把本来今年爆的雷 挪到明年爆一个更大的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